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詞曲 杨茜茜 杨茜茜 詞曲 杨茜茜 因為一開始我是比他們還要提早去的 我們國內的資格啦 我的認知是說 我已經拿到資格所以我應該要 就是繼續努力積極的備戰 但其實經過了一段時間 也有發現到說好像太早去調整 導致我自己的狀態跟身體的一些感覺 都不是很好 那也是因為這一次的機會 讓我知道說其實也不用就是 這麼急著想要去調整什麼 因為其實自己的狀態跟身體的感覺 應該是要循序減進 慢慢去調整 射箭比賽其實算是蠻攏長的 就是說它一段時間接著一段時間 我們通常沒有太多的時間 可以去做休息跟調整 那時候我發現到這個問題之後 我就開始讓自己多一點休息的空間 讓身體的恢復變得比較好的時候 再去慢慢調整我們體能的狀態這樣 其實我覺得現在比較受到影響的 就是一些比賽取消或者是一地訓練沒有辦法實行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我覺得這些都已經是發生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的心態就是很單純 我就是回歸到說雖然我聽到很多聲音 我沒有辦法比賽我沒有辦法一地訓練 也許奧運有可能會被影響 這些都沒有關係 其實就是現在當下我們能做的 就是把我們的訓練做到最好 最打實 把自己的身體照顧到最好 然後用最完整的狀態去迎接 後面任何會遇到的困難這樣 目標跟期許 希望能夠在這次奧運會上 當然能夠突破以往的成績 然後在個人賽的部分 也能夠有突破自己以往的一個狀態 當然自己目標設定在前三名啦 可是我覺得最後的結果並不會是我們可以控制的 我覺得在過程我能夠享受奧運這個舞台 這個殿堂 那在過程當中 我有把我平常訓練的水準發揮出來 其實我覺得就很好了 我是射箭選手雷千瑩 東京奧運請為我加油